属狗95年 95年属狗呢 小姑娘 你知道吗 你这个不好啊 听得懂吗 脑子啊 你有自闭症啊 告诉大家对不对啦 自闭症啊 不愿意见人 怕跟人家交往 喜欢关在房间里 玩电脑 有一点 你还有一个毛病 一到晚上就拼命吃东西 肚子饿 有没有啊 自己要记住了 有一个灵性在你身上 是你妈妈的孩子 在你身上 所以你经常要睡觉 不肯停 听得懂吗 醒不过来 你妈妈的孩子啊 你妈妈掉过孩子的 就是说你妈妈告诉过你 你前面有个姐姐 或者有个妹妹 在你之前死掉的 去问你妈妈 你看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 搞不清楚 怎么叫她来问的啦 你像你这种药 你妈妈带着你过来的 你现在告诉我呀 你晚上做梦做到过 有人追你了 有 好了 讲不要讲的 我告诉你 这就是鬼呀 就是在你身上的灵性 在追你呀 你要赶快念小房子给他的 你不念的话 他就一直弄你呀 听得懂吗 要几张小房子 很多 要87张 好吗 每天要念大悲咒 还要念心经 明白了吗 你记性很差 记不住 前讲后忘 家里钥匙放在这里 过一会就忘记了 对不对啦 对 对 还有 年纪轻轻 小便很不好 一会小便 一会小便晚上 有没有啦 没有 听不懂啊 没有 没有 一个晚上起来几次了 讲给人家听啊 我是睡不着 不是要上厕所 好了 他是睡不着 不是要上厕所 因为睡不着 只能上厕所 没地方 去了 听得懂了不啦 我告诉你 你的灵性是晚上过来的 你把它念掉之后 小姑娘你会变给人的 人也会漂亮一点的 像你现在这个怎么办啊 想问一下身体 因为 你把那个话筒靠进嘴巴一点 我想问一下身体 因为本身自己有脊椎弯的问题 我看看啊 腰 腰腰有点弯 第三节后面啊 三到四节的地方 有点突出啊 所以你这个腰经常会痛啊 对不对啦 对 对 一看就看到了 好吗 好吗 你这个人现在要记住 脑子要修 身体要锻炼 不能这么胖 明白吗 可以问一下 你晚上睡不着 你刚刚还说你不吃东西 你晚上睡不着 经常吃东西 你知道吗 喝 喝什么 我刚刚都看见你了 晚上开冰箱就喝东西 我没有 你再讲 真的没有 我告诉你冰箱里有你什么饮料 你讲给我听啊 豆奶有没有啊 牛奶 有其他的饮料吗 我没有放饮料 只放水果 放什么 orange juice 水果 水果是不 放在冰箱里 白天吃的 白天下午都有 都吃 晚上吃不 可是晚上 我没有 一直去 晚上吃什么 晚上 有时候 有吃饭 吃水果 看见不 晚上 晚上 晚上吃水果 好了 她的身体啊 我告诉你 没有大病 就是骨头 明白吗 还有脑子 你的脑子每天要念星经四十九遍 否则越来越傻 人家都叫你傻 傻胖妹的 听得懂吗 不能再傻了 人家念四十九遍 大杯 好吗 好了 好吗